那在这一小节里面呢 我们探讨这个单向函数 二次单向函数 y等于a乘以x平方 这个函数图形的特征 y等于a乘以x平方的图形特征 那我们其实只探讨一件事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当然a不能是0啦 a等于0的话就是y等于0 这个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 a的正负号 正负的性质呢 对应开口方向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 明白一件事 就是a的绝对值 对应开口宽窄 但是各位同学很可能 会有一个直觉 认为a越大 这个函数应该开口越宽 因为宽代表大嘛 但其实很不幸的 恰好相反 那我们在课堂里面说过理由 那我们在这边呢 利用电脑画图 给我们看一看 这个这个宽度跟这个领导系数a之间的关系 那我现在呢要一连画叫这个maxima 连续帮我们画五张图 这五张图呢 有一张是四分之一倍的x平方 也就是a等于四分之一 然后呢再画一张二分之一乘以x平方 也就是a等于二分之一 然后画x平方 然后画两倍的x平方 然后我们再画一个四倍的x平方 这样应该很具有代表性了吧 好那x的范围 我让它从负二到正二 y呢 如果我不设定范围的话 这个图可能会太 就是会弄得太高 所以我就设定它0到4 反正我们重要的是看 开口宽窄 那你看只有它一口气 帮我们画出这五张图来 而且它自动帮我们选了颜色 当然我们可以指定颜色 不过先不要惹这个麻烦 那这五条颜色的图形 分别代表是什么呢 它也很体贴的 已经帮我们列在图 这张图的右上角了 我们看到 当a是四分之一的时候是蓝色 也就是最底下这一条 当a是二分之一的时候是红色 当a等于一的时候是这条绿色 当a是二的时候是这个紫色 当a是四的时候是这个黑色 所以看到一个像开花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开口呢 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但是开口有的时候比较宽 那什么时候比较宽 比如说我们就拿1这个高度 y点于1这个高度 拉一条水平线 就想像现在我没办法画水平线 就在这个同样高度的地方来看 当然蓝色的曲线最宽 对不对 那红色的曲线其次 然后绿色的曲线的宽度像这样 那最近里面这个黑色曲线的宽度很明显 就是这个范围叫做宽度 所以我们要比较抛物线的宽度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在同一个高度来比宽度 就好像我们要比 大家谁比较胖的话 大概大家都比腰围嘛 对不对 那还有这个一个常识 我们要比树尾 树有多宽的话 照现在原意的标准是 比这个从它出土开始 算一公尺 一公尺高度这个树有多粗 来决定这个树的这个腰围 好 所以我们在函数图形上呢 特别是抛物线函数图形上 我们要在顶点的上方或下方 一单位的地方 来比它的这个宽度 它如果开口向上 我们就在顶点的上方一单位 它如果开口向下 那我们就在顶点下方一单位 来当作这个抛物线的开口宽度 好 这些数值不是很重要了 重要就是要有这么一个观念 当领导系数 正跟负呢 只是代表朝上或朝下 跟宽没有关系 宽呢 要看领导系数的绝对值 这个绝对值越小 其实越宽 绝对值越小越宽 那绝对值越大呢 它会越窄 好 就是这一点呢 要有这个感觉 那怎么样记得这件事呢 我请就是 请大家记得 就是说越来越宽 越来越宽 就会变成一条水平线 对不对 就会变成一条水平线 这条水平线呢 看起来就好像分数 的一个中间那条水平线 所以其实决定宽度的不是那个领导系数A 而是A分之一 就是想这有点牵强也许 你这样子拉开以后 你就想这是一个分数 其实要把A放到分母 要把A放到分母 A分之一越大 好 这个A越大 代表A分之一越小 对不对 那开口呢 就会小 那A分之一越大 这个开口就会大 好 也就是说 当A是四分之一的时候 那A分之一就是四 它就是开口比较大一点 获得这样的直觉 我们会对二次函数 有非常非常清楚的认识